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队寶寶 大家好 这个我是英姨老爹 我们知道有些性能车 或者是像水瓶兑货的车 我们有时候出去玩 开到一半呢 我就会 我的朋友就会说 等我一下 我把机油拿出来 直接夹进去 我会说你在干嘛 他说我的引擎呢 时间到 里程数到就会吃机油 请问一下梅大哥 吃机油应该是正常的 就是在允许的情况下 但是感觉上好像有些 吃机油吃过量 或者是我要怎么去判定说 这个吃机油的状况 是严重不严重 还是健康不健康 OK 在食物上大部分是这样 很多车主他可能反应 对 我的机油会少 对 那有的甚至保险的时候 他说我要多带一瓶 对没错 那其实对维修者来讲 我们通常听到客户这样的反应 我们必须要厘清几个可能的现象 第一个 他说他机油会少 那这个引擎是干的还是湿的 对 然后再来他排气管会不会冒蓝烟 对 或者是白烟 不管反正有不正常的冒烟 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会访问客户 就是说你多久的里程 对 然后可能让你亮的机油油亮的灯 对 或者是你自己去看油尺 对 在多少里程数里面减少了多少量 OK 那这样子来判定说你到底是不是吃机油 对 那一般来说现在的引擎 因为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去手向的气体是不能让它外露 对 所以它会有一个油气分离器 对 滤那个机油气的 那相对的它的机油其实也会因为高温蒸发 对 它会有一些东西会带到燃烧室 然后到排气管去 对 这个是一个机油的消耗 对 那以BMW来讲 它的技术资讯里面 它可以查到某一颗引擎 然后它建议你让人用什么番号的机油 比较新款的引擎 7000公里 1公升 可能是它允许觉得还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 OK 那如果是像MPOWER MPOWER引擎 比较新款的MPOWER引擎 它大概是3000公里 1公升 对 那水平最后的引擎 因为它 它的这个活塞 在运作的这个角度 跟我们一般V型 或直列的它不太一样 其实水平对渦的引擎 某种程度而言 它机油消耗可能会多一点点 但是原则上不管什么车 我相信它都有一个 允许的范围值 OK 那你就像现在比较新的引擎 对 现在钢内直噴的引擎 钢内直噴的引擎 它有一个现象就是 呃 因为 喷油嘴直接喷出来的东西 是在燃烧室里面 对 跟我们过去传统式的 喷油嘴喷出来的时候 是在进气气门上面 对 那 钢内直噴的引擎 它没有办法在进气气门上面 喷上燃油的时候 其实让那个进气气门的 那个气门杆 它的润滑度其实是也比较少 比较少 相对的 那个地方的积碳会比较多 哦 那比较多的时候呢 因为气门有一个油风 对 当你那个地方积碳多了之后 它会让那个油风 一直扩散 扩大 对 那机油有可能会从那地方 就是二性循环 越露越多 鸡蛋越来越多 那地方如果没有适度的清洁 你电底层数的适度清洁跟保养 其实你的机油很容易就在那边消耗掉 哦 OK 原则上机油绝对不能让它低于那一颗引擎的 应该有的下限 对 这边我们也可以教车主怎么去量测机油 OK 一般来讲哦 有些人说我冷车量机油 对 一半对一半错了 哦 真的 如果说你今天因为很多人他可能车子放地下室嘛 我都没有开了 一个礼拜之后我要准备出门 这个时候你应该是第一次先机油尺拿起来 先确定它还在认局里面 对 但是这只是让你参考 对 接下来你应该是要发动引擎 对 发动了十分钟 十分钟 让引擎整个热起来 就怠速停在那边 对 让它整个热起来之后熄火 等五分钟 等五分钟 这个目的是要让它机油能够上来 打上来上面 跑满引擎 对 然后让它热了之后又整个又留下来 对 然后那五分钟让它留下来的时间 这个时候再抽起油尺 来看它的量 那个时候才是 你要看你这个引擎对量 多少 那个地方在这个时候看会比较准 就是时间到了 或者说你想到的话就看一下你的机油量 原则上是这样的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会自己自备机油去加代表它对车子应该是有一种程度的关系 他才会知道说我有吃机油嘛 对 对不对 但是呢一般消费者其实像我其实我也是去检查的时候我去保养的时候我才会看 连我自己都不是那么轻快 但是美大哥意思就是说 只要有机会你可能就是由此拔起来看一下看你的机油量是不是不足 因为其实机油量不足对你的引擎就会有一些损坏嘛 对 你如果在尤其是如果机油量不足的时候切记不要拉高转速 OK 就是你 上车 对你的转速低一点 想办法去中油去哪里 加个机油 好 这个以上资讯就给各位参考啰 开车帮帮忙 我是A老弟我们下期见拜拜